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打铁的那个声音差不多 其实我还挺喜欢这个音效的 如果你光是打击感的音效 这个皮肤 我个人认为可以排到第一 就打击感的那种感觉 如果再重一点就更好了 开烟 Q一下 要被踩出这波 没关系 拉个配奔 我们这波先吃空头吧 Q一直接拉走 等他那个 那个结束啊 先不要急 Q一手直接挂点我 撒切一刀单杀 Burst 不落的 还敢Q我玩拉扯是吧 你还玩上拉扯了兄弟 你疯了 我和弹幕说 主播这一波 这个 逼女想拉扯 你点是太天真了 你这拉扯是真的很棒 可以给你点个关注 学习一下你的阿卡丽吗 这个当然可以的 这个是必须可以的 给主播点 关注不需要主播同意的 你直接点就行了 不是十米账号 不需要经过申请的 看他怎么打 走位 先走小贝 反手一跳开个烟 踩空了摸接跳 大刀过来一个摸跳 直接杀 OK兄弟们 他这个一技能 我不知道什么意思 我这波其实不是想消耗他 我这波是起了杀心 但他很明显没有看出来 咱们恐怖飞飙了 那个一个实力 一个伤害啊 咱们直播间 应该很多人都不是阿卡丽玩家 你可能不懂阿卡丽的伤害 其实英雄伤害 论伤害能力 他可以在全联盟 还数一数二 单独 单论伤害的话 全联盟数一数二 特别在前期 你没有 你导不到比这英雄 更高伤害的影响 他前期就是最高伤害的影响 可能内门跟我伤害差不多 一手小笑 开个烟 打不动漏嘛 我要不是打漏的英雄 还了我气了 打点伤害吧 实力点 你还行 他这边吃两个头 牛逼啊 数值怪 我吵 在你面前 我怎么敢称数值 哥们 这佛爷哥也太变态了 这佛爷哥真的数值怪 这佛爷哥 你妈一滴血 把我们就造型给打死了 一滴血啊 你是不是有点过分了 反手一Q开个烟 摩羯 一段大挂点火 飞一下 这边被踩住了 半个我们可以直接潇洒的一转身 但是这么被踩住了 那就先算了 不要紧 那就先直接 简单 普实的单杀 OK 回家 也可以不回家 如果不回家吃个果子的话 还可以兑现啊 我们就是一群亮闪闪的小兵 打着一场没休止的 这种小小兵女搞笑 在我面前 阿甘把技能一交 我们这边就可以杀 他现在大刀还是没好的 应该 总我直接拉着 但是这个血量是不够杀 他可以消耗一下 开个烟 再一个跳 没关系 闪现一个跳 两级反转 又来了 数字怪 先走一下 应该跳闪的 这波 这波 跟他两级反转了一下 他上波是肯定是没有大招的 我知道了 冷却看得出来 但下一波是有大了 这波是有大招了 OK 兄弟们 左上角福袋 咱们没参与的兄弟们 可以参与手行吗 还有最后的四分钟 这个福袋 这个福袋的话是新皮肤 阿卡丽的新知守护者 咱们没参与的兄弟们 可以参与手 你只要中了福袋 你就可以带走一款 新知守护者的皮肤 也可以折起来 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蹲一手 偷袭 哥们你走到一半步往前走了 你这个走位有点过分 非常非常地过分 往下靠一下 损了个五 OK 他这边扭了一下小腰子 灵活的小腰子 把我的Q给 E给躲了 那支蟹能打吗 他们应该在打支蟹了 这个实验 我们在打小龙 那他们应该是要动支蟹的 这波 先不要急 闹一下 还刚刚开 这些也不要紧 现在这个 比你在外面前 很容易杀的 怎么杀 只要一刀就有机会杀 损舞 等他海骨消失 OK 消失 反应挺可以的 这波A被他大刀给挡了 他这波A如果大刀没挡掉 他当场死掉 咱们阿卡丽的伤害 是非常恐怖的 直接开桶 所以博耶克这波伤害 损舞拉走 回走望远先杀一只 大刀过来先杀一只 不要紧 这他们是什么东西 小炮跳上来 没关系 咱们先跟小炮玩一下 好 直接跑路 好 这边来了五只啊 假的吧 这边来五只 我们都没有五只 五只果然厉害五只 兄弟们 五只还是真的强啊 五只 那下路可以拆个高地吧 不 拆个一塔吧 这个塔可以拆完吗 五只还不行啊 五只把我们四只打崩了 还不行 这波我们就是找一只 所以没打赢 这个没办法 这小炮不会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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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小炮会玩的话 肯定往后走 这小炮不会玩 我没想到他是个带走 我还以为他是个高手 我考虑预判一下他的走位 结果特别要的他站在原地不动 那这中塔有没有说法 能稳了 我这两个人配戴一小炮有点厉害的 小炮加米迪欧有说法的 手特别长 运长这个手 兄弟们左上掌不带的话 还有最后的1分50秒 大家可以参与手 没参与兄弟们可以参与手 这么长吗 讲道理他的手也太长了 他比我意义都长啊 他那个普攻比我这个都远 一球A界一段大 700这么爽 战死了 被击退了 真的很长 他那个技能真的很长 你想知道 你要一个普攻比我E还长 是很夸张的 你知道吧 也就是他可以无伤打我 我这边技能都没他远 差点钱 我差100块买个帽子 来 先打一手小石头怪 还40秒的福袋 大家可以参与一下 这个福袋的话没什么参与 兄弟们可以参与一下 新之守护者阿克里的皮肤 就你中了的话 我就给你发一个新之守护者的皮肤 或者折现也都可以 咱们没参与的观众朋友们 都可以参与一下 丢了 先来手帽子 小龙这边要刷新 我们第一条龙是拿了 我们现在经济面板是我们优势 但是佛爷哥这东西不好说的 那一把我们本来差点翻盘 但是我被佛爷哥秒了两次 他这东西伤害巨特么高 真的 这里蹲一手 有没有说法 他应该会来一个人 应该会过来 我都拿一手 孙虎 OK 消耗一下 把这飞机消耗完 这位龙就有优势了 来 先把这头龙拿了 先把这头火龙拿了 火龙拿一手 看他们好像不跟我们打 这小炮 哇 你看这小炮手是真的长 因为我的地方跟我E 他几乎是一样的 我觉得米地奥要削 手不能这么长 拉扯一下兄弟们 快走快走 这波我不在 你们可能打不过 我们这边要打一波团 一波打不过后续就打不过了 快走快走快 完了 走不掉了 0换4 1换4 他的米地奥 给的射程太多了 还行 给你们抱个手 刚我在这边回声 他在这边打架 跟我没什么关系 小炮手太长了 等下只能靠一伞接近他了 我感觉米地奥要削一下兄弟们 我这把猴子 这米地奥确实有点变态 我帮那个没发育经济 有人问主播你这皮肤怎么样 你看这怎么样 你看能走 OK 先来一个什么 先回家来一口峡谷制造者 我打这边 我会也打不赢 他们活4个 只是高那个位置刚好凑巧 水银丝带得买了 不然冰女冰到我 我这边记了 这边冰女如果冰到我 直接就记了 刚刚中伏袋兄弟 你可以提前私信我 我下波 我找你也行 你可以提前私信我也行 中了钻石的 是中了钻石的 不是中了优惠券的 中了优惠券的 不是 是中了钻石的那个兄弟 3 2 1 压起身 3 2 1 压起身 他对不起 好 优惠哥 曾经了 天长优惠哥这边不要急 哇被推开了 他那个举线给我推开了 哇真的长啊 不是这哥们真的长啊 是真的長 不能這麼長 他有米利歐 那個普攻真的長 不能這麼長 講道理 佛洞他秒的佛夜哥 我怕佛夜哥把人收光了 你看這他媽太長了 我感覺他超出屏幕了 他的攻擊距離 得想辦法 打團這個小花太長了 你們不要被他點太多 這個東西太他媽長了 要開的話只能大叔 直接閃現開到什麼的 我們就可以打 關這話只 秒了 打大樓兄弟們 好開好開 樹哥這一波 關我們這邊要被耗死 我嚇了老子一跳 佛夜哥小心點 能先殺人就殺人 殺佛夜哥佛夜哥交閃了 能殺佛夜嗎 剛剛他給他變到生了 火焰 好殺啊兄弟們 打龍呗 來來打龍打龍 小龍吧小龍吧 只能補一個 兄弟只能打一個 兩個都能打 兩個都能打 只有喬蛙回神的 打完直接溜就行了 你們快來我看小龍 我看小龍你們快打 這不用錢 主播新皮膚跟水晶玫瑰怎麼選 他倆不衝突 這兩皮膚不衝突 他不是必須二選一的 你可以都有 有了 這強化回神怎麼拿不了 我們冰龍魂有了 這波 冰龍魂一拿這邊下路 看能不能直接拆走 孫武拉走 回走汪夜 沒說你可以走了 消耗我小龍 你不知道我是什麼 心知守護者之恐怖飛鏢人 神武拉走 接個kill 了解接摸 兄弟們這波手術還可以吧 這波反殺對面 佛一個這波手術 滿分十分你給我幾分 你說實話 OK小雲吧小雲吧 先把答應老粉的最後一個福袋發了 這個福袋的話是 送給老粉的 就5G以上吧 行吧 5G以上送給大家老粉的 這個皮膚的話送給老粉的 因為發了四個大家都可以參與的 這個福袋的話送給老粉的 好 真的真的帶貨 官方我建議提到十塊行不行 OK打一手傑斯 兄弟們 對面菜刀隊啊 小菜刀 小菜刀隊 直售的啊 直售的 右下角小風車直售的 大家要買的話可以直接買啊 右下角不是有個彩色小風車嗎 兄弟們可以直接買 你想幹什麼 傑斯想敲我啊 如果你想遊戲裡面買的話 得下個禮拜才能買 你現在在主播之後可以提前買 守護著沒有大團員的結局 你想幹什麼 他想敲我 先補一個刀 這根本捏個先弓 這麼想敲我 我會讓你敲嗎 你敲我一下 也行 我升二級這波我又不怕你說實話 他這波可能會先升二級 對 開眼 摸接跳接走位 誰怕你個臭傑斯啊 真的是 他漏兩個兵 這波賺了啊 這波換血是平的 但是 他這邊漏了兩個近戰兵 我們這邊非常賺 吃一口藥 等三級有個機會可以單殺 想辦法可以單殺 咱們是有機會單殺的 他剩三嗎 走位注意 先補一個刀 我們也在升三 OK 他那個炮車沒吃到 要我打他 直接站著 佔領 他沒了炮車 他沒了那個 炮的話 不可能打得過我 應該叫我回家了 這血量他對不了線 他回家的話 這波要虧很多兵 我們這波線直接卡著 咱們不著急回家 這波線卡著 起碼要再虧兩個兵 虧三個兵這波回家 要前面虧的兩個兵 虧五個兵 這劫斯對線就很難打了 你別小看這五個兵 五個兵比一個人頭還值錢 而且有經驗差 稍微修典一下這兵 這個不要走小兵旁邊 他會大炮仙道 因為他這波要虎刀 看到沒 對不對 一切都在主播的預料之中 隱魔刀 這麼變態 你要出隱魔刀我就出不假鞋 你要這麼變態我就出不假鞋 真的 臉都不要了 玩個劫斯出隱魔刀 隱魔刀對面還挺強的 一個K 先把他海骨打了 這波要升五級 不是沒有機會 他上來的話是有機會單殺 很熟 很穩 這邊打起來了 靠一下 一絲血 A開大招先別急 A接Q掛一技能 B過去摸接直接斬 他這邊交了閃線 他交閃了吃一個頭 我們這邊沒交閃吃一個頭 他說交了大招 這波還是賺的 第一劍出什麼呢 兄弟們 第一劍可以出那個 出峽谷之道者 他這邊直接出那個的話 我們直接出峽谷之道者 打線會稍微舒服一下 如果出法爆球打不過 怎麼看有沒有海骨渡成嗎 直播間有個兄弟們 怎麼看有沒有海骨渡成 有沒有兄弟知道的 告訴他一下 海骨渡成很簡單 你打他一下身上冒利光 那就是有海骨渡成 走了 OK這波先回家 先回家來一手峽谷小配件 領先個小五百塊 這對線還是挺舒服的 我看彈幕有人說 主播我阿卡利怎麼都玩不來 是不是這英雄 不適合新手玩呢 其實也不會 他只是熟練度 你要是點手關注學習一下 也可以玩得非常厲害的 好可怕 腳底是什麼東西 腳底是藍buff 腳踩藍buff 腳踩藍buff 下去 壞了 這波要吃兩個頭 這波吃兩個頭 這波他回家大贏磨刀了 我們這把改變一下戰略 我們出步甲鞋床是吧 不然中期不好打 這蝶吃也挺肥的 蝶也挺肥的 中期容易把我秒 我們就是一群亮閃閃的小兵 如果出步甲鞋可以橫衝直撞 但是傷害會稍微少一點點 大隱魔刀了 換我殺了 這盾這麼厚啊 摩Q一拉 好厚啊這盾 我打了一個QAQ 他就掉了那個魔法盾 也都沒掉的 我覺得隱魔刀這個盾不衰減有點過分 你們覺得過不過分 真的 非常過分 哇這個盾好厚啊 走了走了 這波先回家 一會兒要打團了 新知守護者回城 好像在新知守護者裡面 阿卡利是黑化了是吧 咱們是黑化 黑化的新知守護者 其他新知守護者都是 就那個 都沒黑化好笑 就阿卡利黑化了 我好像是BOSS在背景裡 壞了炸了 這麼崩 這波閃現可以省 我這邊沒想跟他貼 如果貼著他一直走 這波閃現可以省 其實是可以省 這波閃現可以省 其實是可以省 我這邊沒想跟他貼 如果貼著他一直走 這波閃現可以省 其實是可以省 小火龍中了嗎 是鑽石嗎 你中了 我看一下是小火龍嗎 真是小火龍啊 我看一下啊 小火龍中了之後 還真是小火龍中了 真是小火龍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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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啊要啊 你中了幹嘛不要啊 等一下肯定給你發 中了肯定要啊 他不要也要啊 小火龍中了 小火龍中了 不要這什麼東西啊 不行 中了就得要 中了的東西就得要啊 靠 這波有機會嗎 省了個小火龍中給你了嗎 我操 我操 這啥都沒意義啊 我野區也全部 這 這麼變態嗎 我這個東西 直接又把他架來了 這東西架雪這麼變態啊 為什麼管著呢 這兩個人根本就不會玩 沒事沒事沒事 龍拿到就龍拿到就 我沒想到這個奶媽架雪這麼變態 我操直接加滿了 慢慢打吧慢慢打吧 不要著急 我得買個重傷一會 OK OK 開麥他就閉麥 也沒罵他 小火龍沒說啊 我冷靜 小火龍沒說沒說沒說 壞了 叫下我叫下我 還行這波沒助攻啊 頭疼這把不好打兄弟們 這把真不好打 你別看我4比0 但這把其實不太好打 上路也打不過下路也打不過 兩條路打不過 打野的話還行 但打野這邊也沒劫肥好像 我在靠我在靠 稍等一下哥們 馬上就到 留下人 留下人 你別死掉了 再摸一下 好殺好殺 中路先幫我吃了 我這邊吃下 喔算了我自己去中路吧 稍微穩一點 兄弟們稍微穩一點 銀是好銀的 他們家菜刀隊 你們可以出 出點不加錢 崩了吧 殺不掉了得撤了 你不是想要Q他能翻牆走的 不是你這波直接走就行 不殺了就行 這傑不敢殺你的 傑殺你我這邊可以殺 但就定塔了我就保不了你 他死不掉 進塔了我就救不了他了這波 我得趕緊把帽子做 不然法強太低了兄弟們這一把 這把沒有帽子的話不好打 為什麼 因為我做了不假鞋 別去了 別在下面 這麼簡單看不到嗎 我先把他平密一下吧 來了來了來了 這波怎麼做 黑幕 沒有黑幕 這個沒法內定的兄弟們 摸接跳 摸Q直接斬 兩隻再摸再跳 把我挑開沒關係 這波他死透了 神武 回頭望月再殺一隻 先吃藍buff 非補Q 找他battle一下 鐵這邊也挺肥 我也挺肥 來battle 藍buff你進草來行不行 這傑沒大聳了啊 但是把藍buff拉進草裡面 不然把魔法大掛一個懲戒直接走掉了 一個懲戒走掉我就虧麻了 走了走了 丟了啊 這波 再吃一波再吃波 不要著急 怎麼女警又沒了 女警你在幹什麼女警 走了 這女警在幹什麼 怎麼又嘎了 實際的會給他額外抽 我先緩一下行嗎 中午發了五個 我靠 先讓我緩一下 晚上再發行嗎 中午發了五個了呀 晚上再發行嗎 有點漏腾 會給你額外發的 會給你額外發的 我帽子還差一點錢 發了五個你都沒在嗎 你沒在我就沒辦法了 沒在我就沒辦法了 先緩一下 晚上再發吧 中午發了五隻了呀 有點晚上跟明天發 對不對 我們先把這個塔 完了 忘記了 跟你們講這話 忘記了 應該趕得上 我來了我來了 稍等一下 阿克力不來 你們三都不行是什麼 怎麼可以整個大應該 殺奶媽唄 追不上了好像 打龍吧打龍吧哥們 你還Solo上了 賈個獅還跟我Solo上了 賈個獅 你的單條王時代已經過去了 正常的是恐怖飛鏢人 你的時代已經過去了 我這波沒補裝備的 你們很多人說我裝備比較好 但這波其實我裝的 裝備跟他差不多 我沒補裝備 我回家一千多塊錢沒買 其實裝備跟他差不多 他兩千半我也是兩千半 可能比他稍微多一點點吧 裝備的好 但是他打不過咱們 為什麼 咱們是什麼恐怖飛鏢人 怪了 但是對面有個幽默飛鏢人 也挺肥的 QE拉走 回走望眼魔開煙 一個小Q 要注意一下這個結 這結是有機會翻盤的 我看彈幕有人說 主播你這個皮膚不如水晶玫瑰嗎 從品質來看 肯定水晶玫瑰高 但這個皮膚品質也還可以 也不差 神武先殺你奶蠻 一接靠接 A接一段大招 找後排 A接靠接不要 哇塞 撞牆了 這根本有大的 直接走 我的隊友呢 再看一下大龍 這根本全死了 截沒閃的 截沒閃現 看一下大龍唄 能殺嗎 好殺 殺完趕緊往後走 截這邊要反藍應該 我們可以逼他們一波龍團嗎 看一下 奶嗎 這麼能奶啊 還可以給自己奶啊 能殺嗎 幹嘛 等我讓他走這波 我做錯 我來救你 你怎麼跑啦 我來助你 你怎麼走啦 我靠 我頭疼 我這波想來助你啊 我靠 N精神也沒用啊 N精神也得原地死啊 這波N精神沒用的 怎麼輔助跑呢 我靠 開精神沒用啊 這一波 開精神也得死 能拉扯一下嗎 跳打沒有跳一下 拉扯個毛啊 龍都沒了 打他打他打他嗎 誒他們打不過 這龍 大佬一個笑 一跳開煙 摸接一接二端一接一腳 別找只取小黃毛 321壓起身一個跳幾男 那他想換 換不掉 劫這邊 有點危險 劫這邊有大招 劫有大的 這波其實不是很好打 說實話 他沒過來 他直接打呗 劫這邊沒來 兄弟們直接打吧 漂亮 這皮膚咋提前買嗎 在主播的右下角 有個彩色小風車 可以直接提前買 提前一周買可以啊 要買皮膚的兄弟可以直接買 就你在遊戲裡面買 只要29號才可以買 但是在主播直播間 今天就可以買 大家如果要提前買的 可以 兄弟可以提前體驗一波 這皮膚手感也是非常棒的 挺好的這個皮膚 講真 我感覺很長一段時間我用這款皮膚 因為水晶沒給我用力了 說實話 對我來說 而這款皮膚的手感是優於 還要優於KDA的 眾左周知 KDA被稱為什麼 阿卡利的性價比最高的皮膚 那現在的話已經是這個皮膚 如果你是阿卡利玩家 你可以無腦露 如果不是阿卡利玩家 你可以觀望一下 這款皮膚是阿卡利玩家必備的 基本上可以無腦露的 QE拉走 還是他死了 等到反擊風暴擊中 EQA接一段大招 A下防禦塔 A兩下防禦塔 A三下防禦塔 A四下防禦塔 然後直接把防禦塔 做掉這一波 鐵如果大我們就開 鏡身 鐵上不上這一波 輪武拉走 回走望遠一腳真實 還剩一隻小黃鋒 一個Q散 被躲了一個Q 好 OK完美謝幕 兄弟們 雲包 雲包我不知道在哪裡挑 OK小鋒 覺得主播這手阿卡利玩得不錯的 各位兄弟們也可以點一手免費的關注 三十六輸出 MING PAO MING PAO MING PAO neutral 弯鳥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